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,贡多拉是最有名的水上交通工具。 当地时间6号,几千人齐聚在一起, 共同庆祝威尼斯年度传统节日,贡多拉传统划船比赛。 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是贡多拉传统划船比赛。 在比赛开始前,首先是贡多拉水上游行表演。 雕刻精美的贡多拉搭载着精心打扮过的演员, 将人们的记忆瞬间带回古代,令人回味和遐想。 比赛正式开始后,运河上的气氛顿时紧张激烈起来。 不仅选手们奋勇争先,两岸观众也是欢呼雀跃。 选手们顺着运河一路前行直到终点, 获胜队伍会获得红色锦旗作为奖励。 贡多拉是一种两头高峭呈月牙形的小船。 威尼斯全城由110多个小岛组成, 170多条水道连接着各处。 轻盈纤细,造型别致的贡多拉, 穿行于蜿蜒狭窄的水像, 是威尼斯人日常的交通工具, 也是威尼斯一岛独特的风景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